鳳梨皮一塊一塊的切掉 鍋內的醬料馬不停蹄的翻角 六組競賽選手冒足全力 要在短短的六小時內完成作品 全國大專院校及高中職學生 經過海選淘汰 各取六組進行決賽 最後大專組由宏光柯大奪魁 高中組由美隔聯隊拿下冠軍 可以對我們增加一些比賽的經驗 給我們很大的信心 然後我們也學習 從比賽中學習到如何去 就是怎麼統籌一場比賽 今天的創意是讓大家非常驚艷的 就是其實大家競爭非常的激烈 所以真的有發揮到學生最大的創意 然後大家都是勢在必得的心態 我覺得蠻好的 因為有競爭就會有進步 每樣作品不管是擺設還是造型 都獨樹一格 不難看出學生的努力與用心 有紅豆故鄉做成的吐司麵包 恆春三寶的港口茶 咖啡也能融入創作元素 以推廣在地食材為出發點 美隔科技大學食品營養系 首次舉辦的烘焙大賽 除了鼓勵學生 獨立思考與創新 最重要的是要讓系上的學生 能夠有多元學習 陳玉貴也表示非常感謝食品廠業者提供實習機會 這次烘焙大賽除了提供獎學金外 還提供就業機會 也希望藉由這個舞台 激發學生更多想像與創意 新唐人亞特電視李金局李尊榮 台灣屏東報導 今天講述 果然點 它是 課 38